我们来聊一下动画播放轴的做法 那我们在YT上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就是 滑鼠上来它有一个播放轴会出来 然后你点哪里它会有一个键都开始播放 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如何做到类似这样子的功能 那目前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播放轴 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需要一条播放轴 播放轴还有一个箭头 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整理在造型里面 分成好几个点也是可以 用造型来做也是可以 那目前我是箭头去做去追X的坐标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做法 那首先我们你要有一个角色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播放轴你必须建立在一个 所谓的有意义的广播这件事情上面 不然你在切换的时候你会定位会不准 甚至你的角色会不知道在做什么 所以你的广播要做有系统的像这样一二三四 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从这一点开始做什么事情 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有意义的广播当基础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一条播放轴 那这一条播放轴的做法基本上 基本上并不会很难 就是一开始我们把它定位好 定位好 就这一个定位 那然后接下来是隐藏 就把它藏起来 那这一个变数待会再说 待会再说 那接下来就不断的在侦测 侦测什么 滑鼠有没有上来 它有没有碰到滑鼠有没有跟它碰到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侦测 如果滑鼠碰到了 做什么事 如果滑鼠没有碰到了 我们就把它藏起来 如果滑鼠碰到了 那我们把它的幻影设为二十 就是半透明 就半透明 然后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滑鼠上来它是半透明 比较有播放轴的感觉 滑鼠离开就没有了 或者滑鼠离开就没有了 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滑鼠上来之后 我们滑鼠会去点 有点才算是 就是我们要在某一个点去播放 所以点击的时候 角色点击到时候 滑鼠来点它的时候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把这一个 这一个三角形叫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广播一件事情 说我们要回放了 广播了我们要回放 那这边为什么要做一个变数呢 就是我们要记滑鼠X 因为我们在这里点到 在这里点到之后 你滑鼠的X坐标 等一下我们要回来 所以这个角色要制造这个X的坐标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要把这个坐标归 把这个箭头放到最左边 所以它是负的240 负的240 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 它是在最左边这里 那我们一点点下去 它就跑到 那这个三角形 就跑到我们滑鼠的位置 那至于这三角形的做法 那一样画一个三角形 我们这边自己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 我们做的方式 一开始我们也是要请它躲到 藏起来隐藏 跑到240这边藏起来 那接下来是 你如果接受到广播是隐藏的时候 就是滑鼠离开的时候 它是隐藏 所以它就都不在 那如果滑鼠上来的时候 箭头就要开始出来 所以滑鼠一上来 箭头就要出来 所以这样一开始 滑鼠上来 箭头就要出来 箭头的位置在哪里呢 一开始我们是在这里 在这里 240 那你点击到的时候 它是广播回放 回放那我们就马上跳到 我们刚才的变数X Y呢就是负的170 就这一条的轴的上面 然后做显示 显示接下来就是 你要切几段 像我们这边的广播呢 切了四个 所以四段 1 2 3 4 所以我们X的位置 我们用120 刚好切四段 所以它小于负的120的时候 就是在第一段 然后它会说明 我们现在的是1开始的位置 那再来是0 再来120 再来它的位置 所以依序下来 依序下来 它就可以四 四个位置就可以出来 这样就可以达到类似 播放轴的感觉 这是2 这是第三段 我们看最后一段 第四段 操作的使用者 你就可以随时想看 你想看第几个章节 开始播放 这样就可以达到类似 播放轴的目的 再来